和達明一派比較 太極樂隊在台上的聲勢大很多 因為他們總共有七個成員 其中包括兩位主音歌手、兩位結他手 一位琴鍵手、一位低音結他 和一位鼓手的 這個七人組合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不僅合作純熟 還非常注意形象的包裝 他們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究竟是想追求甚麼呢 在台上我追求的就是 希望能夠帶給觀眾有視覺、聽覺 和感覺的感受 當我們在台上玩的時候 希望台下觀眾有好的反應 例如拍手掌、尖叫 和我們一起唱 很開心 有夢衝 And dance in our life Dance our life 全都無可以做 上奏走進随 опред地 將迷惘著 drainage 就偏著眠漠的 Class of all 我認為如果我們在台上演出的時候 希望每一次都達到水準 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在我自己來看最重要是 打到很漂亮的聲音 在外面的聽譜 還有等待可以在很穩定的拍子裏 一直重播自己玩的歌 在台上彈是可以適合自己的挑戰 這種快感是用錢都不能買得到的 因為你站在台上 有這麼多人在看著你 而他們在聽著你 這件事是很開心的 我站在台上的目的就是 表演和突出一對樂隊 因為自己玩得好一點 這對樂隊都會突出一點 太極這隊樂隊我自己覺得是男音樂 他們的作品很有時代感 提到如何包裝這隊樂隊 我想我們會以日本的安全地帶 做一個借的 我們希望他們的音樂有時代感 另外在他們給大家的形象方面的感覺 亦都是富士代感一些 譬如說是整齊一些、乾淨一些 現在的樂隊在包裝方面要求很高 譬如說在外形又 扮得比較日本化一些 音樂方面又要路線很廣 不是純粹擺樂 又或者他們在歌曲的創作方面 還有歌詞方面 都是環繞香港的城市 或者香港年青人的心聲 作為一種反應 這種包裝 亦都是希望能夠為了市場 為了香港年青人的市場 而創造 我們的歌曲都不是每一隻都這麼生日化 也有其他歌是我們自己喜歡去做的音樂 香港的聽眾對於流行曲的選擇 或者可以說有50% 就是因為作曲家、填詞家 他們是帶領著聽眾 但也有50% 也是因為市場的需要 也就是聽眾的要求 其實是相扶相承的 最近 Channel樂隊宣佈重組 在這次 他們會不會吸取以前的經驗 改變音樂路線去迎合大眾的口味呢 現在的Channel比以前的商品很多 沒有以前那麼重心 因為我覺得經過幾年manman的時期 香港或者不認識人家那麼heavy的音樂 那Channel對於香港的音樂市場 又有甚麼看法呢 很淡 很淡 但是為甚麼人家這樣 那你們又合樂隊 那我 我和Donald的心裏 我們的靈魂 是很喜歡音樂的 就寧願自己出來做些事 給自己聽的 所以我們為甚麼現在走回商業化一點 就是希望給多些人接觸到 那你想去遠一點 那你就要轉一轉自己的路 所以要嘗試一下 但是我和他 和我和Donald都是 都是在錄音室 可以在那裡賺到一些錢 可以維持生活 有很多就不行的 所以就不成功 那我們兩個現在為甚麼要打Bang 那別人問你 我們兩個是純粹興趣是一半的 發展 juices 對 對 我覺得 太滑 ust